Ai助攻,外資加碼,台股有機會上看萬九嗎? 大家好,緩休看課新聞,我是Kathy AI晶片大廠輝達在上週公布了優於預期的展望 帶動了台美科技類股的蝴蝶效應 資深股價飆漲以外更驅動了外資連兩日回補台股649.7億元 再加上假日休市期間傳出了美國將提高債務上限初步的協定 瑞銀把握良機、重申台股、加碼的投資平等 尤其樂觀情境直逼萬九 載燃台股的多頭熱情 全資股台積電在短短三個交易日內 股價從525元狂奔到568元 短時間強談了8.2% 輕鬆跨越了巴菲特魔咒的546元 堪稱是揮達旋風當中最大的亮點 瑞銀賦予了18960點的樂觀預期 挑戰前五古人的萬九大關 你覺得台股會上萬九嗎?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了幫我點個讚 那可惜因為我們下次見啊 掰掰 打給我一點點 不要賺到五千元